他也事故当中有对国体大的兄妹 以及父亲不幸罹难 7号上午家属举行了追思会 亲友一度哭到贪软 还有同学来到现场 在回忆部及华奖上写下满满的思念 而他们养的小狗也跟着来到会场 送主人最后一程 过程中一度想冲进会馆 寻找主人身影 场面相当哀气 而三人的遗体也在追思会后进行火化 就读国立体育大学的张恩祥 张恩与兄妹跟着爸妈返乡扫墓 没赶上原定列车 买了战票搭上太鲁阁 除了张妈妈以外 全都在意外中罹难 上午举行了追思会 张妈妈心碎到快要站不住 提大声都来送别 纪念册上写满了大家的想念 这张高的那一个 对对对 这他最近 最近他们练习一二月的照片 两位非常提出非常优秀的学生 遇到这一个劫难 全校失神都非常难过 当我们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们学务处的所有的同仁 都动员了所有的救济的一个行动 超过40名国体大的学生 以及他们养的小狗 都来到灵堂参加告别室 张妈妈心情好沉重 泰鲁阁号事故 一家四口只有他生还 埃及的场面令人不舍 张家因为是基督教信仰 由牧师进行祷告 希望将大家的祝福 传达到他们的心中 让兄妹俩在天国 继续当个运动建杖 跟父亲一起守护人世间的妈妈 而三人的遗体 也在追思会之后进行火化 记者综合报道